全身蟹啊 然後 褲子刮一刮 然後頭去刑一刑這樣 然後從心變浩米 沐浴鏡身變浩米 對 大多都是被翻白眼這樣 導演翻我 然後我已經翻我 其實我本來想要全程講的男人 你是小劉 就是不論誰跟你講開語或國語 你就是講你男語 久而被主持了 就是被 我沒有想到這件事情 我那時候想的是 欸我沒眼過拳擊手 想要試試看這樣 然後就昏倒了 就脫身了 因為我忽略他拍攝地在內 就太軟了那個時候 我就附到18度 我不能穿衣服 超可怕的 那個時候你不會想那麼多 你只會想說 我要怎麼樣撐下去 有一次在那個 雷台上冤倒 然後我就看著天花板這樣 但是在魔國藝術中 我就看到那個 因為那燈不是很多嗎 就看到我媽跟我姐的臉這樣 然後我內心其實想到 我不是說 欸我是不是要放棄 我想到說 我很對不起他們 然後我也不敢跟他們說 他們有擔心 事後有說嗎 也沒有 我要家裡的時候 我媽 看不看到我 她就哭了 但她不知道你發生那些事情 對她就哭了 因為她看得出來我 整個 瘦太多了 我那時候只有六七公斤 你說你人生最重的時候 跟六七公斤 這空間怎麼樣 最重是117 對啊 差五十公斤 這五十公斤一個人耶 所以真的要奉勸大家不要 就是 胖瘦胖瘦這樣 因為 這次皮真的會變鬆 皮是不是 你看你看 我一個人以前有沒有胖過 你拉皮就知道了 但是我演過拳擊手 我就 下次就想要再演別的 然後演一些 雅霸之類的 超想要演雅霸的 就不用被台詞 沒有啦 就是 欸也都很挑戰 對就是可以用眼神去講台詞 這樣 對啊 因為我很喜歡 看電影 每天 要做的事情 不是看書就是一定要看電影 對 每天一定要做的事情 我覺得看書很重要 我覺得電影是一個很神奇的東西 就是 你在談戀愛 惡戀的時候看 你會覺得很開心很甜蜜 那你失戀的時候看 同一部片子 你就會覺得 很傷心很舒服 所以其實電影的能量 跟它帶給人的啟發 我覺得是很神奇的 這就是為什麼我喜歡演戲 對 那你有那種經驗 就是你演的作品 你幾乎人生時期看的時候 你有重新發現你這麼神奇的兩部片嗎 我自己看的話 其實要看到大概 第三遍的時候才會這樣 第一次我會用 觀眾的角度去看 再來我會可能 如果有一種當導演 我會不會這樣拍 那第三次我才會 就撇開所有的東西 然後用很客觀的角度去看 就是一個最 尊重導向的 跟最引人導向的 因為你先用你自己看的話 就失去那個客觀 對 欸這邊我好像沒有演 然後下次再看的時候 你就還在卡在這個地方 你沒有辦法抽出去了 所以你應該要先用觀眾角度去看 就觀眾會不會覺得 欸這邊 蠻好笑的 欸這個歌進來的很棒這樣 對 你真是職業病的養成 那接演他 他的 是因為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類型那個東西 還是一人分是兩角的東西 一人分是兩角有 但我 接這個故事是因為 我希望這個題材 被更多人看見 拍戲劇這個東西 是可以呈現很多 不同的面向給大家的 那我希望可以 接有拍戲去 幫助到一些 平常不被一般人看到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對 你心裡想的這個戲劇的社會史名 它並不是一個很高大上的東西 而是很親切的面向 對 我只是希望有更多人可以 注意到這件事情 對 那那麼多劇本 排隊等你 你有prefer的 我沒有 沒有局限 我的考量還是 想要去演不一樣的角色 不是嘉明的劇本 就會吸引你 也不一定欸 因為我常常在晚上的時候 如果看到閃過這個電影的話 我就會想 當初其實什麼地方 應該要演得更好 但是沒有這樣 對 我覺得那部電影對我來說 是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 轉類點 因為 在接觸那個電影之前 其實 我並不懂什麼叫演戲 對 陳可欣這麼厲害 應該是 他是監製嘛 那他徒弟是曾國香的 對 就是Derek他 幫了我很多東西 不管在表演上 或者是在 做人上面 又或者是 他教我 什麼樣是 真正的一個演員 對 我覺得這個轉化 對我來說很重要 那個東西是 你在影盤裡面 樹立一個 icon的 一個代表作 就是你 就是記住你 拍那部電影的時候 顛覆了你以前所有的認識 然後重新建構之後 你就知道你之後 如果要自己走 對 很啟蒙色 對 沒錯 真的 拍戲已經十二年了 你覺得你那個熱情 最大的動力是什麼 最大的動力是 我覺得是 希望 不是說 拍戲帶給我的希望 是我希望藉由拍戲 帶給人們希望 嗯 就真的 剛剛那個概念是一樣 我覺得很重要 今天其實不管什麼類型的戲 人看到一定都會有不同的感覺 跟不同的啟發 就像我之前 兩年前拍那個 花簽谷一樣 嗯 裡面有個 概念是 我覺得很棒 就是 先磨一念間嘛 嗯 只遇到任何事情 你一個念頭 就可以改變接下來發生的事情 嗯 我覺得這個是 不管是 古代或是現代 都適用那種概念 嗯 對 就是一念成先一念成沒 嗯 你很多事情遇到 比如說你今天遇到 被人家撞了 或是被人家偷錢什麼的 你一定會很生氣 但其實你轉個念頭 改變了 就沒事了 對 要轉個念頭就沒事了 嗯 但很多人都做不到這件事情 嗯 他那他拍起來有很辛苦的地方 印象很深刻的嗎 很辛苦的地方是 替換的時候吧 就一定要換 兩次啊 就是一定要先拍小劉 嗯 全拍完 那小劉拍完之後 可能我要去 因為小劉是有噴黑的 不知道有沒有發現 你拍那個要卸掉 對 要卸 要先因為浩鳴很白 那不是應該要先拍浩鳴 再拍小劉 但是胡子長不出來 哦 小劉胡渣嘛對不對 嗯 所以要先拍小劉 只是起床了 養了胡渣 養好之後到現場 然後身體開始噴黑 噴完之後 來 弄一下頭髮弄亂 然後差不多就去演小劉 演完之後 可能中午吃完飯 下午之後 欸就來卸妝這樣 全身卸啊 然後 胡子刮一刮 然後頭去行一行這樣 然後重新變浩鳴 沐浴近身變浩鳴耶 對對對 好神聖 果然還聖光有出來 所以你拍很多鏡頭的 一場戲印象深刻有嗎 便利商店吧 一直吃 一直吃 其實蠻多的欸 像我追那天下雨 然後低很滑 但是我要死命的追她這樣 有跌倒嗎 沒有跌倒 但有跌倒的是 林晨熙她說什麼安安家失火了 然後不是叫我表演一起找嗎 我那天早上 我還都還沒睡醒 然後上去的時候 準備要拍我就滑倒 拍拍的時候 我一個轉角我就滑倒這樣 重點是雯妮還沒發現 我那滑倒拿她走掉之後 然後我孟若站起來 然後導演她好像卡 我就說 我剛剛跌倒了欸 導演看到了 然後雯妮就說 妳有跌倒嗎 我說妳還關心我嗎 沒有欸 她現場很難笑 除非說很刻意的都要笑 他現場不會笑嗎 不會欸 不會 很難逗笑 我大多都是被翻白眼這樣 導演翻我 然後我已經翻我了 因為太搞笑了 還是 因為他們是覺得很煩啊 跟人色不符啊 小的不是也 小流的時候會這樣 對 耗明比較少 因為耗明的時候大部分情緒蠻重的 也不可能一直去弄文明這樣 其實一般女生應該也不太能接受 會覺得壓力很大 你說完美主義啊 然後太細心照料啊 對 你有感覺是 這可能是會讓女生 當然會幫你付房貸喔 對 而且是付薪喔 這壓力也很大 這感覺就是逼人結束 你看她洗衣掃地 鋪床疊背 哇 什麼都做欸 超棒欸 薪水又高 對 而且還為你放棄去美國 沒錯 這到底 那為什麼你會覺得這樣女生也會怕 對 太不實內衣過 如果今天你跟耗明在一起 你會不會覺得很有壓力 你會不會覺得說 欸我今天這麼邋遢 好像不太對 對不對 我懂了 對啊 就是我今天要跟耗明出去 但是 先不要喔 對啊 欸我今天要隨便出來 好像台灣不太行喔 然後講話 想跟前面講話比較大聲 好像也太 不太適合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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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可遠觀 不可謝 就壓力很大喔 而且男生應該也有 對女神型的人也有這種心情吧 因為我覺得你的想法都是可以換位思考 我覺得 女神應該 就是 也是人啊 對啊 應該也是會有一些 凡人會做的事情吧 女神應該也會挖鼓嗎 嗯 流汗也是會臭的吧 但是男生不會有壓力 跟女神在一起不會有壓力 我覺得男生比較還好欸 跟著力導演 婦女導演這件事情 的感想不一樣 其實之前也合作過女導演 嗯 是那個林玉芬導演 但是深山是 我那個導演 女導演比較 很細膩 就是他會注意到 現場比較 大家沒看到的東西 嗯 對 然後再來就是 他們的溝通比較 理性 不是感性喔 不是 他們會很理性跟個人 因為他們看得很細 反正是男導演會比較感性 那曾國祥是感性還是在一起 曾國祥是一個很特殊的意思 因為他從小都是跟女生長大 長大在一起 所以他心思是很細密 細的是 有時候他是女靈魂喔 對 所以其實他跟你溝通的時候 是很理性的溝通 但是 他在某一些情況 又會很感性的跟你講 而且 其實他跟你講的話 只是想聽你的答案 那答案是什麼他也不知道 他只是想要知道 你會不會跟他想的一樣 雙重確認 對 確定你們是往一起的方向去 嗯 自己跟浩明 最不一樣的地方是什麼 我比較勇敢 浩明 浩明他 我覺得浩明他 像有一場戲 我就覺得浩明很可憐 我很同情他 就是他到了前提家門口 但他也不敢按電臉 他是反正先拿起手機 然後問他說 你再忙忙 然後我可以進去嗎 然後 這種事情我做不到 對我都已經來了 我人都到門口 我覺得很 我覺得這樣太卑微了 你覺得那太卑微了 這個我做不到 我覺得愛情 是一個天秤沒有錯 他有時候可能會比重不一樣 但是不能比重到 比如說9比1這樣 對 這個我就覺得太嚴重了 我當時就有跟溫明說 我說其實 像晨熙這樣 就他內心還有傷口的時候 不管多好男生出現都一樣 他都不能接受他 嗯 即便今天是小劉 浩明 梁朝偉 金層 修捷克 都一樣 口音很厲害 七月很安生 七月喜歡你什麼 你喜歡七月什麼 七月和你一樣 都喜歡他 我有那個想過課 嗯 但其實上課只是 輔助啦 主要是需要練習 練 對練很重要 一直練很重要 一整天 白天的時候我下季 我到房間 我會把每句台詞都錄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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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錄 我自己唸 唸完之後我再播放 看哪一句哪裡不對 修完之後再錄一錄一錄一錄 像機器一樣的謎欸 就是你這樣才能確定說 你說的事完全沒錯 嗯 因為你的米南語真的太好了 其實我本來想要全程講米南語 我是小劉 對 就是不論誰跟你講台語或國語 你就是講米南語 對 就是被 就是被 我就不多說了 想知道的話請致電華文創 謝謝 尤其是台北的 他可能偏偏離南語 這是真的 所以他希望我就是 不要講 但是我跟他說其實南部檢查人 叫他不講 很奇怪 語南語是你爭取出來的 對 我後來就跟他說 他說不然我就 一場戲裡面我夾雜一兩句 這樣 對 喔很好欸 對啊 然後我就夾雜一些 比如說 一些日文 什麼 就把他混進去 這樣 讓他變得比較可愛一點 對 對 因為其實 你看他如果全部講國語的話 那很奇怪 那個戲中戲的東西 通常會比較浮 比較像這虛幻的東西 但你反而把他演得很接近 演得很踏實 讓大家分不清楚 那個真實跟 對 這一開始我就跟導演說 我說 雖然這是一個簡明世界 但是我們應該要拍得很真實 讓觀眾 猜不出來說 這是真來假的 因為人都是會對 位置的事物中的好奇 嗯 那你越不知道 你越想看下去 雖然有些人會放棄啦 但是我就賭說 想看的應該更多 賭 對啊 你是不是說你跟觀眾賭 還是你跟導演說 我們來賭 也沒有 這句話是我 我現在還講的 當初是我洗腦他 但是我沒有說我們要賭 那小劉的設定其實是 我希望呈現一個 就是 另外一種台客 他骨子裡就是台客 他不需要靠外在的 骨子台 不需要靠外在的服裝 對對對 他演那種 因為像那個 邱澤哥演的台客 是比較酷的 那我希望小劉是 比較偏可愛那種 那為了這件事情 我也設定他是 母太男生 我那十個小英秘都是我設定他 導演應該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看 對啊 但很喜歡放我白眼就知道 就演小劉的時候 到底為何 沒有因為我很喜歡做一些 小劉會做的事情 我在看那個電腦的時候 我就會拿下來 任何物體啊 然後他就會翻牌 喔好醜 他怕你醜 對他怕我醜 但我就不在意 我就不在意 到底醜不醜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小劉 沒有什麼形象 我覺得很多演員是 雖然說他氣氛很少 但他一出場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他身上有一種光 對 那種光綺是來自於 他把那個角色塑造得很好 對 那我希望成為這種 就不是去計較說 欸我一定要興奮很多 我才演 其實你興奮那麼多 情況下你也不一定 可以 有很好演 有很好的表現 對 反而是你應該要用心的 去塑造每一個角色 像加米的 就這樣很成功 嗯 加米姐是 謝謝珍瑋 對 天呆 天呆 好煩 我可以知道左翼的心情喔 你看你是不是也會翻牌 有 欸不是你要想喔 在現場 這麼多 這麼多 苦情戲的情況下 對不對 沒有我 你的人生會很可以擺真的 真的開心狗 對啊 嗯 沒有我他怎麼受得了 祝自己 實在 謝謝啊 謝謝 謝謝